这部动画没有一句台词,却让五千万的猛男哭了整整四个小时,独居的奶奶这天突然收到一个包裹,原来是没空回家的子女们给他寄来的,老奶奶将包裹打开一看,竟然是一个机器人,他按动了机器人的开关,下一秒小机器人睁开了眼睛,奶奶的面容出现在了他的眼前,而这也是机器人在这个世界上见到的第一个人类,奶奶将手上的扫帚递给了机器人,于是从这天开始,孤独的老人有了陪伴,也有了个干活的小帮手,他会给奶奶扫地,会给他养的小花椒水, 还会陪他看美丽的夕阳西下,唯一遗憾的是,他的子女没有在身边,小机器人也不会说话,可在奶奶的眼里,有这些他就已经很满足了,奶奶看电视的时候,会像其他的老人一样,看着看着就睡着了,这时机器人会贴心地给他盖上一件衣服,晚上八点钟刚好,奶奶醒了过来,发现身上多了件衣服,回头望去,小机器人正在聚精会神地看着电视,原来,电视上是马戏团在表演,而这也是机器人最爱看的一个节目,奶奶把这些都记在了心里,吃饭的时候, 因为机器人不是人类,所以喝的是机油,然而每次他都弄得满嘴都是,奶奶像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,帮他把嘴上的机油擦拭干净,可就在这时,机器人却慢慢地垂向了奶奶,原来,他要更换新机油了,奶奶立刻拿来了一瓶崭新的机油,他打开了机器人胸口的开关,将新机油装了进去,下一秒,机器人的眼睛再次睁了开来,而此时对面的奶奶正在用温柔的眼神看着他,日子一天天过去, 这天奶奶从外面回来,独自一人在家的机器人立刻迎了上去,在他的世界里,只有奶奶对自己最好,然而奶奶的身体却渐渐不醒了,刚坐下就剧烈地咳嗽了起来,机器人立刻给他倒来了一杯热茶,奶奶从集市上给他带来了一瓶容,那就是最新款的机油,他开心极了,抱着机油爱不是手,这天是五号,又到了奶奶出门采购的日子,机器人出门提醒奶奶,然而奶奶却从口袋里拿出两张马西团的门票, 他将门票交到机器人手中,告诉他今天不买东西,要带他一起去马戏团看表演,机器人可开心了,他回到房间将奶奶的草帽拿了出来,然而等到他走到奶奶身边时却发现,奶奶好像睡着了,他怎么叫也叫不醒,看着奶奶空空的口袋,他以为奶奶和他一样没机油了,于是将自己的机油拿出来放在奶奶的口袋,可是奶奶却没有像他一样醒过来,他不知道,奶奶已经去世了,小机器人慌了,他又从房间里拿来了许多的机油, 通通塞进奶奶的口袋,直到机油全部掉在了地上,他才意识到,这个最爱他的老人再也不会醒过来,机器人抱着奶奶难过几个,他很想哭,可作为机器人的他却流不出半滴泪水,夕阳下,他陪奶奶走完了最后一段人生的旅程,不知过了多久,这个家已经没了奶奶的身影,可机器人还在帮他照顾这个家,然而随着时间的过去,他身体的最后一罐机油也要用完完,他慢慢地闭上了眼睛,在最后的时光里,他发现自己好像活了过来,抬头一看,原来奶奶出现在, 在了自己的面前,小机器人开心极了,他从身上拿出了那两张马戏团的门条,在一片炽热的光芒中,奶奶牵着他的手去往了另一个世界,他终于实现了和奶奶一起去看马戏团的那个梦。